哈喽大家好 大家很害怕触犯什么 天条 触犯很多奇奇怪怪的禁忌 那这些禁忌呢 会让我们走衰运 真的会走衰运 你看有人去爬山 不堵到魔神啊 就命就 命上山上啊 有人去海边呢 夜游 结果碰到魔神啊 就整个到海里面去了 所以呢 有很多天条是很忌讳的 好 今天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误犯七大禁忌 恐衰运走十年 好 这个十年运呢 很重要 每一个人呢 在今年开始 到明年到后年开始要转运了 那我们开始要转运的时候呢 很怕什么 你在这个当下呢 没有办法过那一个什么关 有些是贵门关 有些是阎王关 都差不多啦 反正呢 衰运一来 破财 家运不好 事业不顺 健康也出问题 还有呢 夫妻关系也可能会就这样子完蛋了 还有小孩呢 也可能出现了状况 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呢 这七大天条是什么呢 来我们来看一下 接着下来 好第一条呢 就是穿堂煞 尖角煞 穿心煞 问题煞气 不处理 这些所有的问题呢 你都住在家里面呢 家里面是我们安居乐业的地方 你每天要吃饭睡觉 然后呢跟家人聚在一起 或者呢你可以休息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在客厅看看电视啊 聊聊天啊 喝喝茶啊 喝喝咖啡 然后呢家里的一些煞气 你都不去处理 而且年底到了 你要知道这些问题很严重吗 好 比如说你的门一打开就看到后门 进来就看到那后门穿到前的阳台 虽然只是阳台它好像看起来很透气 但问题是很严重啊 这个叫穿堂煞 所以像我们的话呢 比如说你进门 右手边是厨房 你就要一个窗帘 就是那个门帘 那这个门帘呢 还不能是风水洞的门帘 还不可以那个有水的门帘 会破柴 那再往后阳台后阳台的地方呢 要方什么 比如说你可以种一些盆栽啊 让它挡煞 盆栽是可以挡煞的 之前呢我曾经帮一个名嘴 他就是因为穿堂嘛 我帮他用盆栽挡煞 有好几个 还有一个做企业的老板 用盆栽挡煞以后了问题都解决了 另外一个外交官也是一样 用盆栽挡煞其实可以 让你的家运变好 那你就不要从前面呢 你要看似好像没有什么 没有离那么远啊 是没错离那么远 但问题穿堂煞一定要赶快解决 两件事情就可以解决了 一个是在后面呢 植栽 重高一点 过人的高度 然后呢 比如说你家里有185公分 那你植栽当然有185公分高 那我像我的话呢 我就会整面那个小墙呢 不要全面的墙喔 那个小面积的墙把它种满植物喔 用一些那个竹竿啦 线条把它绑一绑 然后让它有爬 有一些树木在旁边 这样就好了 那当然这个到进厨房的地方呢 一定是要有窗帘或门帘 窗帘是也可以啦 门帘也可以啦 那门帘的话就比较矮一点 不会那么高 那窗帘可能会落地 那窗帘落地的话呢 也比较不方便 我建议就是门帘就好了 那另外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尖角煞 很多房子有尖角煞对不对 什么叫尖角煞呢 比如说你对面的房子 对着我们的客厅 或者对着我们的厨房 或者对着我们房间 书房都一样要处理 那要怎么样处理呢 当然要挂东西的喔 第一个呢 就是要反射回去 帮尖角煞反射回去 用凸净的 用凸净的把他反射回去 通常一般呢 这个叫山海症 那窗帘是什么 好像一只剑对着我们 有没有 一出高楼 通常人家的尖角是对着我们 那个尖角 那你站在这边 他的尖角是对着我们那种感觉 尤其是在 比如说现在很多那种 房子呢都有一些尖角 那尖角如果三四个对着我们 那是不是叫做呢 窗帘呢 窗帘帘会让你产生了 心血管疾病啊 或者意外之灾啊 这些都要特别注意了 好 接下来第二个 到处都是废弃物品 杂乱无章 污秽之气 好 房子里面 房间里面 书房里面 厨房 哎呦 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房子的 你想想看你住在里面 会健康 会安全吗 看起来就很头痛 我曾经看过很多 那个杂乱无章 一进门喔 门只能打开一半 那很惨耶 全家都快疯了 我告诉你 每一个都奇奇怪怪的 除了他那个老妈妈住在那个里面的房间 有个女佣在照顾他以外 很惨 全家三个小孩 都男的 老婆长得很漂亮 也是那样 当然不止这样子 还有很多 我看过那种奇奇怪怪的 等一下会跟大家讲解一下 房子里面进去呢 要干净 要干净 才是外门 对不对 灯坏掉要修 过年到了大家是不是要个喜气洋洋呢 所以房子很重要啊 你住的房子 或者呢你居住的地方 万一呢有像这样子 把它当垃圾场吗 厨房也是垃圾一堆啦 也不到啦 也不差啦 然后呢 长什么蟑螂啦 一堆蟑螂啦 然后一大堆的老鼠跑来跑去 你吃饭会健康吗 这一定要赶快弄掉 很多人喜欢收集一些物品 这些物品是旧的 然后放在家里也不用它 就一直摆在那里 我看过很多这种 你知道老妈妈或者老爸爸 没事干啦 箱子也捡回来 垃圾袋也捡回来啦 哎哟 捡到屋 反正屋子都是臭气满天 你想想看 那个跟垃圾 垃圾场有什么两样呢 所以要不要改掉呢 污秽之气会让你健康出现大问题 会让你破财 会让你事业不顺 工作运也更差 甚至你的桃花都出问题哦 所以呢 会让你身上长满的那种负能量 绝对要赶快去除 那你说那我洗澡就洗干净 错 那个负能量的磁场都在你家里面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穿衣镜破损或裂痕 除了是镜子太多 很多人呢为了 可能要有一些情趣 反正天花板也做镜子 旁边也做镜子 镜子一大堆 镜子阴气太重会遭音 一定要特别注意哦 阴气太重会遭音 厨房又弄两面镜子大大的 看起来好像很宽敞 其实不进来 尤其住在山边海边的朋友 要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家镜子太多 一定要赶快把它遮起来 一定要遮掉 穿衣镜破损呢代表呢 什么叫穿衣镜 穿衣就是我们门面嘛 我们出门的时候门面嘛 破损代表你的名誉会受损 还有你财运会受损 迷运受损财运一定受损 事业会走败运 所以呢穿衣镜非常重要哦 不要小看那个穿衣镜哦 或裂痕哦 比如说我们照的镜子有裂开了 都不可以哦 比如说像我要化妆的时候 是不是有个镜子呢 那个镜子有裂开啊 不要换的太贵了 结果呢你的颜面受损 不是你跌伤受伤都有可能 还有可能呢 你在职场上面 碰到一些不好的事情 让你什么 丢尽颜面的事情就会很多 好主臥室的镜子不可以太多 招阴 所以呢容易出烂桃花 要特别注意啦 招阴啊老公出烂桃花 你的百事不得其解 我长得这么漂亮 为什么老公还要出烂桃花 那我也很温柔啊 但是呢 就是因为你的主臥室的镜子太多了 容易招阴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凶兽实体或化作呢悬挂客厅过多部娃娃聚集成鹰 好恐怖哦 老鹰啦 狮子啦 野兽啦 豹啦 很多人喜欢摆这些事物 刀剑啦 这些都不可以 那很多人说那我 这些东西是我的收藏 那你可以不要摆在客厅 好不好 收藏就要收藏室里面 或者放在你的书房比较看不到的地方 你自己看就好了 对不对 收藏的东西呢就适合放在收藏室里面 你要把玩的时候再拿出来一下 还有呢那些凶猛的野兽呢 其实呢 比如说榴莲 我们讲榴莲 今年牛年 要挂个牛吗 那明年虎年挂个虎吗 不需要 因为太过凶猛的野兽 对我们的家运不会产生好运势 就代表说你很孤僻性 然后呢 你都是会碰到一些凶猛的 一些凶恶的人 来对你呢压榨 甚至呢对你呢使出一些手段 你要特别小心哦 这个都要特别注意哦 好那画作可以摆什么 山水画 你看我后面的山水画 有看到没有 这是海洋老师亲自画的山水画 对不对 有山有水感觉很清凉 很这个心情会很好 那还有佛像的话是可以挂的 那也不需要 像我办公室就挂了万佛图 我就之前挂在我后面的万佛图 我现在把它挂在另外一面 那所以呢其实呢 你的客厅可以挂一些佛像啦 或者呢山水画啦 这一类的东西 富贵牡丹发 这些都很好 那另外的话你要挂一些名家的画 当然也可以啊 像我就会挂一些名家的画 因为我在这个画作里面呢 我对这些名家的画 特别青睐他们 那我就会挂一两幅 自己喜欢的 那不要挂那些 花卉可以挂的 花卉要带红色的 不要黄色的花 黄色花如果挂在左边的话 你的花卉的花呢 或者你插的那个盆花在左边是黄色 你老公铁钉要出什么 出轨的 那如果挂在右边的老婆要出轨的 所以黄色的花不能随便放 不能随便摆 红色 桃红色 粉红色都可以 所以你要挂这些东西 那布娃娃我曾经在三重 趟过一家的风水 两家人 两兄弟开工厂 但是他弟弟跟他的弟媳 那个个性上很奇怪 那他们家一进去吓坏了你知道 从客厅到二楼 楼梯间整个一箱一箱 我给你讲装起来大概最少十箱的布娃娃 还有国外的布娃娃 那还有长得不太好看的布娃娃 你知道他们喜欢那种布娃娃的程度 很令人惊悚 就全屋子都是布娃娃 你知道很多人喜欢收集布娃娃 在你的房间里面 在你的沙发上 这都不太好 尤其在家中太多布娃娃 不是太好的事情 会招音 放久了就会招音 你刚好运气很背的时候更惨 所以聚集成音 那家里的人都怪怪的 你看另外那个兄弟 两兄弟 其中一个还去工厂上班 因为开工厂 另外一个兄弟 跟着他太太 每天都这样帮他太太梳这个长头发 然后长到那个屁股下面 这样梳头发 这样慢慢梳 哇看了好像那个 看过那个鬼片吗 你会吓坏 你真的会吓坏 我看了我大白天我都起鸡皮疙瘩 真的后来我跟他讲说布娃娃搬掉 布娃搬掉以后他先生先恢复正常 先生先恢复正常 就是他那个弟弟 那个老板请我去看他的风水 然后他弟弟先恢复正常 然后老二的太太慢慢慢慢就好 那另外一次呢我在杨明山看到一个也是这样子 那个是国泰林园集团 那两姐妹呢一个在开学校 就是那种补习班的学校很大哦 是真正的学校哦 就外语学校 那他那个妹妹在法国哦 学在巴黎学钢琴回来的 结果在他的房间里面呢 客厅是下线的 我一去看我就昏倒了 我告诉各位 那个家子出很大的乱子 而且出很多问题 你知道那个兵马俑 断手断脚的兵马俑堆了满屋子 然后一个房间里面哦 有躺在地上的断头的 有断脚的有断手的 我的天 你知道那个哦 家里面的柜子啊 客厅哦很多柜子哦 柜子里面摆满的那些哦 奇奇怪怪的人物哦 不是布娃娃 就是那种古代的收集的 他不是神佛哦 因为神佛就不会遭音 也会遭音耶 因为神佛出土以后 他也可能会遭音哦 因为没有拜嘛 他可能是古代的东西嘛 我看过很多人哦 收集这种东西太多了 然后他真的就遭音器 而且运气哦 挥之不去 家运一直走拜运 你看那个房子就是这样 家运走拜运 这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那刚好呢 正巧都被我碰上 我看了一个大别墅 几百坪的 然后呢 两个房子都是两层楼的 左右邻居两兄弟 还算有钱 因为开工厂 早期开工厂 都赚在三重赚了不少钱 所以请大家要特别注意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窗帘门帘都用流水帘 好 凶兽三水 神佛三寿土 这些都不可以 比如说你用凶膜的野兽做窗帘 或者门帘呢都有那个流水 这样就会聚财嘛 反而会更糟糕 破财更严重 那凶兽呢就会犯小人 那神佛的话 仙寿土的话呢 也不可以 因为神佛仙寿土不能拿来做门帘 祂是要供起来的 就端端正正把祂供好的 这样大家知道吗 什么叫供佛 要烧好香 要烧高香 对不对 佛主坐在哪里 佛子在心中 但是呢我们供佛的时候 我们去拜拜的时候 佛主都坐在神坛上面不是吗 而且要恭恭敬敬的供着祂 这样才是对的 这样大家知道了 像我的大厅进门 就是关医 牵手关医 牵手关医是谁 是老鼠的 鼠老鼠的鼠护神 牵手关医也是十二生肖的守护神 但是祂是老鼠起头的守护神 所以我就摆牵手关医 那万佛呢 因为我做的工作了 跟佛有关系 跟道有关系 跟教有关系 所以我就万佛图 会摆在我的办公室里面 但是呢 如果你不是的话呢 你要小心摆这些东西 什么凶兽啦 山水化啦 那个都用那个门帘窗帘 绝对不可以 好 接着下来我们看第六样 客厅进门剑刀剑仙人掌 主爱重重举步为剑 剑刀剑就是会凶杀嘛 想也知道 你知道看到刀看到剑想杀人啦 或者呢想 跟人家力拼一下对不对 但 关公是带着刀的 但是刀不出窍啊 对不对 以前呢 我们看到皇帝也有一把刀啊 对不对 屠龙刀啊 但是屠龙刀会出窍吗 不会出窍 但你挂在客厅上面就不太好 会让人家心生畏惧 那哪一天呢 夫妻吵架啦 或者兄弟姐妹吵架啦 是不是就拿着刀来杀人呢 这很容易喔 所以刀剑要藏起来 刀剑通常都会放在厨房里面 隐秘的地方 对不对 你看那个喔 常常家里发生凶杀案都是什么 去厨房拿把刀出来杀人 是不是要很小心呢 所以刀剑要放在隐秘的地方 好 那仙人掌呢 仙人掌就是会刺痛我们的嘛 所以仙人掌也会怎么样 会影响呢 你的事业跟财运 而且呢让你步步呢艰难 让你步步艰难 所以客厅进门口 绝对不会看到这两样东西 接下来第七样 厨房冰箱过期食物太多 没有迷惘钱财不惧 好 厨房的冰箱很多人喜欢呢 那买了一大堆东西放在冰箱 然后什么东西都过期 然后又吃不下吃不完 那又舍不得送人 那是最糟糕的一件事情 好你大手大脚买了很多东西 没有关系 你家里钱多的是没有关系 但是呢 你过期的食物放在冰箱里面 绝对不能吃 尤其是那种罐头类的 罐头类很多喔 比如说过期三年了 过期两年了 包括那个我们吃的那些什么酱料啊 或者你吃面啊 吃饭要拌的酱料啊 这些都不可以 甚至呢辣椒酱也一样 另外的话呢 你买鱼虾肉呢放很多 你以为放在冰箱里面就不会有问题吗 绝对有问题 因为冰久了以后呢 你忘了吃 包括我告诉各位 新鲜的食物都被冰到烂掉了 绝对不可以 而且吃的健康不好 那没有米旺的话 我们家连米都没有吗 当然不可以啊 那你说老师那我用那个透明的可以吗 那你不聚财啊 你如果想聚财 你就不要用这透明的 而且会长虫 你知道我曾经常常出国 以前常常出国 那我就 没有交代家里的人 那他们就买了米 就这样随便一摆 你知道吗 里面湿湿的又长虫 然后常常都整包倒掉 是不是太浪费了 而且历历皆辛苦 我们从来都知道 要种一个稻米 一颗稻米其实不容易 那个历历皆辛苦 要不要小心呢 所以你要不要继予钱财呢 米旺就是你的财库 冰箱就是你的财富 所以呢 冰箱跟米旺是非常重要的两件物品 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爱惜冰箱跟米旺 那冰箱漏水就漏财 所以你不要说哎呦我就没钱换 没钱换天天都在漏财 漏大财 这边支出比人家多 这边又动不动又来花费什么钱 你的钱都是留不住 为什么呢 冰箱漏钱 好 所以今天跟大家讲解这些呢 就是因为过年到了嘛 大家就到整理家里面 那接着下来呢 房间的东西呢 我也会来做节目跟大家讨论一下哦 让你们也更了解一下怎么样来 防范不要衰十年运 好 当然我们每一年都要好运旺旺来 所以呢整理家里非常重要好不好 我是非常喜欢整理家的人哦 就算假日哦 大家说你可以睡觉吧 没有我就起来整理家 整理我的房间 整理房间以后呢 你会心情很愉悦很快乐 为什么 看到那张张不该放的东西要赶快把它丢弃 或者你就送人哦 比如说碗盘过多也可以送人啊 对不对 那如果你是不喜欢用的那些破旧的东西 不一定破旧 过就是比较不使用的东西 你也可以送给人家 对不对 好 今天跟大家讲解到这里呢 希望我们的运势都会更旺哦 家运好 事业兴旺 财运也会好 人际关系也会好 然后呢 更重要财库会更大 你想赚更多的钱吗 然后聚更多的财吗 先把这些先处理掉 否则你的运势真的会随时你 谢谢大家 不要忘记帮我按赞分享 然后呢 按订阅开启你的小铃铛哦 谢谢你们拜拜